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 也意味着责任 特别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 饱受楼铃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古代的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 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过去的500年 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上可乘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学者 Jack Chandler的统计 从旧石器时代到西元2008年之间 产生了一千零一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 其中中国有三十项占百分之三 这三十项全部出现在一千五百年之前 占一千五百年前 全球一百六十三项重大发明的百分之十八点四 在一千五百年之后的五百年 全世界八百三十八项重大发明中 中国人没有做出一项可以家宅史册的发明创造 这就意味着在这五百年间 我们对人类的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张维迎说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 日本的十倍 英国的二十倍 瑞士的一百六十五倍 按照支持创造指数说放法则 中国的发明创造啊 应该是美国的五点六倍 日本的十七点八倍 英国的四十二点三倍 瑞士的五百九十一倍 但实际的情况是 近代五百年里 不要说跟美国英国比 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能发明了手续钱 电子助听器 安全带 整形技术 液晶选试仪 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啊 印刷人民币所使用的防伪油墨 也是瑞士的技术 中国生产的面粉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由瑞士 他就是我们的体制和制度 自从体制和制度 扼杀了自由 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中国的体制啊 有一个基本的特点 那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扼杀人的创造性 扼杀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最具有创造力的时代 是春秋战国和宋代 这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在这两个时代 也恰恰是中国人思想最自由的时代 西元一千五百年前 西元一千五百年之前啊 叫西方不亮 东方昏暗 西元一千五百年之后 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的改革和启蒙 逐步的走向自由和法治 但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张维迎说 我必须强调 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 行动不可能自由 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 思想不可能自由 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刘顿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发现了万有引力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 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 走过了刘顿三十年的道路 你们一定会觉得可笑 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刘顿 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了 再过五十年 一百年 从写世界发明时 中国能否改变过去五百年史上的空白 答案很大的程度 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的提升 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因为只有自由 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因此 推动和捍卫自由 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人的责任 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不捍卫自由 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张维银先生的演讲 其实内容并不新鲜 他只是运用了一些数据和年代 来说明中国落后的事实 并且指出落后的根本原因 不在于中国人的基因 而是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 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所以他强调 追求自由是北大人的一种责任 张维银教授的演讲 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 有位叫王城的毛主 脑洞大开 他竟然将张维银的演讲 与北大留学生张银银的失踪 奇妙的联系在了一起 他说张维银的演讲 是张银银门的催命符 他说西方人信仰基督教都是信恶认者 信奉人性本恶 与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 便是狼与狼的关系 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动无世界 从未加以掩饰 但是我们的教授们却偏偏把西方人说成善良的天使 这些年来啊 不但的有中国的学生 蝉死异国他乡 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 张银银出国失踪了 就是受张维银等教授们的蛊惑 于是他把张维银与张银银 风马流不相及的联系在了一起 看了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如何评价 因为他缺乏基本的常识 逻辑混乱 对西方的基督教完全的无知 可谓不止一搏 对一个学生不幸的遭遇 不仅不同情 反而冷嘲乐讽 这种荒唐和没人性的事 我相信只有毛左们能干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西方的学生来到中国 因为治安的问题 或者出现了刑事的案件 而丧失了生命 那么我们能否说他们是不应该来到中国 下面我们进行点评 第一个呢 人的创造力啊 来自于人的自由 中国人勤劳智慧 势能功能 我们有仅三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 但是为什么近五百年以来 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如此之低呢 其实答案不复杂 那就是皇朝的专制主义制度 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极权主义制度 所造成的 他们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 焚熟坑儒 文字玉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以及反右文化大革命 和今天的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剥夺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 看看中国的历史 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出现了 在民国时期 学者们存心璀璨 钱学生先生呢 在他临去世之前 他曾经呢 与温家宝总理有一段对话 他曾经问到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 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钱学生先生的问题 是不是明知顾问 第二个 自由需要斗争 一九四九年以后啊 毛泽东模仿苏联建立了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 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经济化经济 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牢牢的控制起来 其实极权主义出现在18世纪 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它分为左翼和右翼极权主义 左翼极权主义以布尔斯维克 列林斯大林为代表 而右翼极权主义以 纳粹希特勒为代表 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党国议题全面控制 反文明和反文系 毛泽东受终正清以后 中国开始进于后极权主义时代 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和胡温时代 以及现在的习近平时代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 在这些时代都对思想进行了控制和打压 在邓小平时代 就对胡耀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 进行了打压 在今天的习近平时代 更是强调七步讲 不能谈普世价值 不能谈公民社会 不能谈宪政 不能谈民主和法治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使人民的言论和自由的空间 越来越小 权力的得来需要斗争 自由的得来 同样需要斗争 第三 追求自由 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的良心 他们往往持有一种批判的观点 去看到社会 他们追求真理 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 所以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说出真理 揭露谎言 他们最大的贡献 就是保持意义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 除了一少部分公共知识分子 秉承自由的思想 独立的人格外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成为了广大的沉默者 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为了自己的迎头小利 他们会走上街头当上访者 但是他们不会关心 这个民族的自由和民主 他们也不会关心 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 张维寅先生的演讲是精彩的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 被我们的制度 被这种极权主义制度 深深的扼杀了 但是我也要说 张维寅先生忘记了今天的北大 已不是蔡元培和胡石先生 任校长时期的北大 而早已是一个充满公立主义的北大 好 今天的点评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